欧洲尼洛公司、汽车公司入股 好,来,你聊那些钱,我在你的股份 入股 入股以后呢,欧洲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 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产销学家 叫卡洛斯高恩 他说卡洛斯高恩,麻烦你帮忙,你去日本迷上 帮我看一下公司出现什么问题,帮我解决 卡洛斯高恩上来 公司一宣布,五天 这五天他到各个部门去走一走 他发现,毁了 这家公司最大的问题不是能量不足,不是能力不好 大家都说,日本的车做出来最漂亮,最標準 摩擦系数最精准 是怎样了解 原来他发现真的是左手不右手干什么 于是,第五天以后,规定 在尼撒必须九个中阶主管的跨部门盘队 跨部门,所有的这个团队主管全部融合在一起 吃在一起,睡在一起,玩在一起,工作在一起 好了,强迫协调分享 多久,高清一百个代表 一年,一年就赚亏为赢了 各位,人与人在一起到底是爆发出怎么样 惊人和感动的力量 还是人与人在一起 彼此切磋以后,产生仇恨的力量造成失杀 我们如何利用老天爷给我们人的力量 接下来聊一聊,人跟人为什么会吵架 来,人机冲突出现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事先没预期会如此 这个最有趣,也最常发生 我举个例子啊,各位 家里面有没有小朋友读书的 有没有 您家儿子奇怪,见到课都八十分以上 你预期他这次月考也会八十分以上 结果他考了一个四十分 请问一下,跟你的预期不一样 不一样会不会生气 都用电了 跟预期不一样都用电了 好,亲爱的老婆晚上煮了一桌非常丰盛的晚餐 他明明知道今天老公一定记得 今天是我们二十周年的结婚纪念日 他晚上七年一定会回来吃晚饭 煮了一桌 他的预期会如此 结果我应该看传电话 啊,要跟人家吃酒喝的用电话 搁,撤回了 你再搁,电话不通了 跟预期两点多回来 跟你的预期不一样会不会发飙 会 人只要跟事先预期的不一样 就会发飙,我们同意吗 所以各位,这是人际的第一个冲突 人际的第二个冲突 肢体语言解读错误 你有没有发觉 人的肢体语言很重要 尤其不一样的肢体语言 会出现不同的解读讯息 各位同意吗 我举个例子 如果你遇到一个人 两只手插在胸部 这种肢体语言 你感觉好不好 好不好 它是一种拒绝,有没有 它是一种距 它是一种排斥 它是一种滑椅 可是当他两只手放下来的时候 放成这个样子 感觉有没有比较顺一点 比较柔和一点 有没有 如果他的手 因为我是拿麦克风 如果他的手是 是这个样子 感觉起来这样的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比较柔一点 有没有 如果这只手再往外十五度 手指头 石子再伸出来 再斜十五度 这种感觉有没有 觉得更柔 更像女孩子 有没有 然后这斜十五度之后 我们再马上放一只乌鸦 这个人叫谁 他叫蔡康勇 有没有 各位 不一样的动作 会出现不一样的解读讯息 所以相对的 当我们一只手喊 加油我一定要成功 跟两只手喊 加油我一定要成功 感觉一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的肢体语言 会传递不同的讯息 有时候我们要发觉 我有时候回头看看 我年轻的时候 也觉得很有趣 读高中时都要戴一个大盘帽 有没有 一个大盘帽 我们设计中的时候 都比较赛 那有点赤 那小子 那个衬衫都 那校服饰都拉出来 放在外面 有没有 这样看 有没有 好像很帅这样子 回去以后 拍一个小包 一大 妈 我回来了 废话声 让你回来了 死样子 其实 孩子难道你不知道 你做什么动作 做什么行为 人家看了会顺眼 人家怎么会不知道 人家都知道 可是他就自以为 他的样子很帅 你知道吗 其实人家看起来很像偏 有没有 各位 肢体语言 你肢体语言错误的时候 就会产生人际错误 人家说 言者无异 听者什么 有心 当有时候 不是你的嘴巴 是你的行为 在那个当下 让你老婆看得很不爽 他会不会误会 会啊 其实你没那个意思 但是你那个动作 让他觉得感度很不爽 这是人际冲突的第二个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不了解对方的思维 对方想东 你想西 问题就出来了 那这个问题 一旦我们的想法不同 人家说话不投机如何 三句多 我们的冲突就会产生 而人际冲突来这三个 随便哪一个都会吵 但是最重要的乃在这一个 当你了解对方的思维 你就可以了解对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自体语言 当你了解对方的思维 你就会知道 对方如果出现预期以外的情形 一定是发生什么问题了 所以我们只要能够了解对方的思维 基本上很多事情都能解决 那今天我们要跟人聊的是属于 人类行为模式中间的一小部分 叫做DISC 那什么是DISC 它有一个检测 有一个检测 那从1970年代到现在 全球有3000万人参与这个测试 医治经益它的准确度 那下次如果有机会 我再来帮大家做测试 好吧 那我想可能有些人在市场上 已经做过测试了 不过市场上很多测试 是比较没有那么精准的 为什么跟大家聊一聊 然后请问一下大家 每一个人在家里面的 它跟在外面的 它一定一样吗 根据专家来统计 百里这65以上 在家里面的人 跟在外面的 它不一样 各位同不同意 有没有看过那种女人 在家里面 不好意思 不行 不行 有没有 出来在做测试 你找我 找我 找我给你更好的 有没有 在家里面的 它跟在外面的 它不一样 有没有那种人 你看她在工作的时候 他很仔细要求很完美 这个要求的非常仔细 非常精准 但是下完班 他跟他自己的同事 反而就可以随随便便 没有关系啦 你来我去啦 有没有这种人 工作上面的 他跟私立下交朋友 他也不一样 人在不同的环境 会有不一样的自己 所以如果各位要做这个检测 记住一定要在单项做检测 就是说家里面的你 或工作上的你 很多市场上做检测 这是一个混合式的 这个题目28题里面 有些像家里 有些像在外面 有些像在工作 那测出来的是混杂的 比较没有那么标准 像是有机会 我们再办到要做检测 好吧 那第二个呢 来我们要知道 各位 踏进这个门也好 或者进入到亚洲多宝也好 或者在你自己人生职场也好 成功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定义 各位同不同意 想不想成功 看来只有赖懂没人想成功 其实你们是来这边睡的 成功的定义重不重要 重不重要 重要 但是成功我们要知道 尤其在组织性的经营 成功要来自哪里 成功要来自于同路 各位7-11有没有成功 7-11如果全台湾线来开一间 有没有成功 因为它开几间 两万多 没有啦 三千多家将近四千家嘛 对不对 全台是什么 三千多家将近四千多家 表示同一个时间 全台湾线有几间来自买 我们彼此时间是一样的 都是二十小时一天 各位同意吗 给我同样是两只手两只手 同意吗 可是在那个当下 你有没有办法帮 让很多人增加你的时间 增加你的工作能力 通路 那可是问题来了 通路来自于哪里 通路必须要有很多的团队 来做配合啊 可是团队就是怎样 团队就是不一样人的结合啊 各位同不同意 我讲一样迷洋百样人 团队是由不一样的人结合 问题是你如何让这些人 愿意跟你一起打通路 凭什么 凭什么 各位 我们来聊一聊 传统市场上的工作上面 最重要的一条锁链叫薪知 同意吗 我今天做董的 你是我的完工 我付你薪水 你才会听到 我爱的 但不是 但是 各位不要忘记在市场上 有一种无形的能力 比如说做传交 比如说做保险 你有没有底薪 没有 没有底薪 他为什么要听你的 既然是不同人的结合 这些团队为什么要听你的 没薪水这条链子 各位影响力重要 影响力重要啊 他才愿意 我们一起来为自己也好 为别人也好 为团队也好 为理想也好 一起来打拼 影响力来自于哪里 影响力来自于了解 并用对正确的方式 各位 我们常讲 你要了解对方 你才有办法唱对方喜欢听的歌 行销性行为 对方是先卖你的 或不是先卖你的人 你怎么知道用的方法是他喜欢的 你必须要了解 并用对正确的方式 来我来问一下 我来问一下 各位 家里面已经有小朋友的请举手 站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